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猪 我不知道我在镜头里头发是什么样的 但是头发应该是到了一种需要修剪的地步了 如果我在安倍阁找不到剪头的地方 很有可能这个视频就是最后一支视频 录制的最后一支视频,上传不一定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会去找一下 理发店吧,明天休息 所以今天晚上一会儿过半个小时 我们会去电影院看《复仇有点门4》 然后这部电影应该来说是说 此时算期待了蛮久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被剧透的人 所以我已经知道这个故事情节啊 致敬啊,彩蛋啊,结局啊 我大多数都知道了 但这种电影还是要去电影院看一下 然后顺便体验一下德国的,德国是怎么看电影的 电影票是我们上周末托别人帮我们买的 然后这部影片英文对白的话 在安倍格应该最近的只有是今天晚上10点10点20 所以我们只能挑选这个时候看 而且据说很快在安倍格就要下映了 所以正好每天放假 所以就相当于看一个看过夜嘛 看过零点,然后回来 正好第二天可以休息 到家意外来说怎么说也得到凌晨2点了 所以我们到时候电影院见 第二楼我们到达了电影院 然后看一下人还挺多的 像这里二楼全是人 好久了,我选个赦 这里,这里 小方,小方,这里 就是把二维码发给 二维码转示一下就好了 现在是凌晨的一点半 多一点 然后看完电影 这里的德国看电影跟美国差不多 说是十点二十开始 还要发二十分钟广告 今天是礼拜三五月一号 然后今天休息 昨天晚上看了电影 在德国看电影 所以今天再来不录一段视频 想说一下感受 首先在德国看电影跟在美国一样 前二十分钟会有 那个吉他电影的节目预告 就比如说我们电影是十点二十开始 但其实正片是十点四十才开始放 之前的二十分钟都是节目预告 所以说其实你了解了这个以后 完全就可以晚个十五分钟过去 这个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至于我去年回国以后去看电影就很不适应 总感觉自己能够晚一点再到电影院 然后才开始看 第二点就是因为英语对于德国来说也是算第二语言吧 但是在电影院里 这个电影是没有字母的 有没有任何字母 当然在美国的话电影也是没有字母的 但是英语对于美国人来说是母语 所以没有字母很正常 但是因为我们看的时候 那些德国人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 他的全程说话就是使用英语在跟他同伴交流 然后感叹词啊什么都是英语 然后包括就是那些看电影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一些笑梗啊什么 德国人其实都能看得懂 所以我感觉他们应该是英语能力确实是挺好的 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 看这种就是全英文的电影没有字母的话 就大致的剧情我是能够看懂 然后大致的对白我是能够看懂的 能够听得懂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追究到细节的话 那就有点难度了 所以说我觉得德国人这个点确实挺厉害的 然后关于其他的关于看电影的想分享的也没有了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到电影院的时候已经快开始了 所以就直奔放音厅了 所以我们下次再见吧